到现在我一直连他的电话号码啥都没有 直到昨天晚上有人发给我说 他发了一条文章 就这样回事 你们有多长时间没见面 三年了快三年了 三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眼睛碰到副家室的座位 我的左侧的几条肋骨医院那一次断了 然后拉到贵德县医院 他到省医院住院了 我觉得我现在很很有 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把孩子偷着领走 孩子偷着领走的那天我还在发货 晚上我回去家里面去 可能一会他不来 然后我打电话 他已经把我拉黑了 微信也把我删掉了 从那一天 到现在我一直没有联系到他 不知道他在哪里 是否我的三个儿子活着还是死了 我也不知道 他拐到哪去了 或者是上学了没有 也不知道不清楚 我一直认为他可能还要回来 我一直就在这边 哪都没去 就在草原上 我们以前认识的草原上 咬蜜蜂 打工还债 打工还债 我们棍头 做往现在的收拉的债 我现在还没有还清 你能不能回来 跟我说清楚 到底这是为什么 我也没有伤害过你 你把我们三个儿子带走了 三年前 你也不给我打电话 你说清楚 我现在觉得特别委屈 再一个 我这一次住院的时候 我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一个人 对谁都不回来 我渡得 committees 我现在的心里 你不回来 我你的心里 我也不回来 我们去治疗 这边 如何 我 你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